男人骑着羊驼拼命的跑 后面的怪物警察紧追不舍 竟然还疯狂的说着 这天陈好在森林里偷拍小动物 却意外发现一只羊驼 他情不自禁的打招呼 看着恶诺多姿的羊驼 他竟然有点欣喜若狂 男人不仅赞叹 羊驼询问男人说了什么 只好夸赞他太漂亮 诡异的是羊驼不仅会说话 还要请他一起打扑车 男人觉得这里确实比较安全 男人瞬间不知所措 紧接着羊驼步步避进 只好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二人想要更近一步时 突然身后闪过一个身影 男人吓得尿不湿都湿透了 只好清醒之后 不停地质问羊驼是怎么回事 最后羊驼也只能说出真相 最近森林里出现一个变态 对所有羊驼进行骚扰 为了能抓住变态 羊驼把自己作诱饵 男人觉得自己很无辜 明明是你们主动勾引我 自己长得如此英俊帅气 怎么就成变态了 羊驼质问男人来这里做什么 正好解释自己是摄影师 专门拍摄野生小动物 然而羊驼根本不信 现在已经人脏俱祸 觉得男人就是一个头盔狂 不仅偷拍他们的美照 还会偷偷亲吻他们的照片 于是请出森林审判官 对男人进行惩罚 正好看见眼前一幕 男人直接傻眼了 赶忙骑上羊驼拼命跑 两人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真正的变态 竟然是森察官 如果你遇到这么可爱的羊驼 你会喜欢上他吗 如果看见长眼睛的木头 你可千万不要靠近 不然会出来可怕的生物 偷偷闯进你的家里 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害怕的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男人在树林里 无意间看见一个木头 当他准备靠近时 就发出奇怪的声音 男人以为里面住着小动物 便把面包放在上面 可转身刚离开 木头上竟然长出诡异的眼睛 死死盯着他的背影 只好开车回家 却又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突然通过后视镜 看见诡异的一幕 男人吓得赶紧撒车 转身看向后面 诡异的是什么也没有 梦圈的男人顿时梦圈 这一切也被怪物看在眼里 男人一边吃着面包 一边回想着车上的一幕 丝毫没有察觉到 怪物已经偷偷来到家里 突然窗外有东西落下 男人赶紧开门查看 奇怪的是仍然什么也没有 但是屋里传来的声音 却让他毛骨悚然 紧接着又被瞎得一机灵 男人慢慢地朝桌子靠近 突然一扑冷 瞎得沉好赶紧打开缸门 一道黑影瞬间飞了出去 晚上男人睡得正香 却被一道红光惊醒 顺着光线迷迷糊糊地走出去 却发现白天的那个木头 男人此时惊恐万分 礼物也随之出现 就是白天看见的怪物 只好再也受不了了 突然男人从梦中惊醒 还好只是一个美梦 可当他转身却发现 枕头上竟然有一根羽毛 男人来到床前 发现做的梦又是真的 那个阴魂不散的木头就在眼前 这下男人彻底怒了 气愤地拿起斧头 用力地向木头砍去 然而诡异的是 却砸出了番茄汁 紧接着怪物也掉到地上 嘴巴里还流出草莓酱 还没等男人走到跟前 怪物直接扑了上来 把男人摁倒在地 只好奋力抵抗 紧紧抓住血盆大口 情急之下男人摸到了斧头 哭吃就是一斧头 便撒鸭子跑回屋里 拎着不要钱的柴油 全都倒在木头上 接着划着火柴 点燃木头瞬间燃起雄雄烈火 诡异的是此时怪物也被点燃 然后掉落在地上 那么看完短片后 你知道这个怪物叫什么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感谢关注蛋蛋 下期更精彩 千万不要招惹黄皮耗子 不然他发出十万伏的高压电 直接就把你电成炸炸灰 还好皮卡丘比较有原则 只会电机没保护的人 这天男人在玩新买的手机 突然精灵球被绿乌龟踢得出来 碰碰在地上乱蹦 男人赶紧捡起来 想查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却不知此时已经被精灵球控制 在公园里不断地搜寻着 本以为自己得到一个宝贝 却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这时前面出现一个可爱的皮卡丘 男人想用精灵球抓他 可皮卡丘不是一般人 瞬间看出小伙的意图 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 皮卡丘转身就跑 小伙想追的时候 皮卡丘已经跑远 他虽然夸夸地追 可皮卡丘速度实在太快 转眼钻进猫命的森林里 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在小伙朝近路 才成功截住皮卡丘 接着刷的把精灵球撇了出去 皮卡丘直接用尾巴来个拳雷打 立马放出厉害的高压垫 小伙瞬间变成炸炸灰 骨头散落一地 皮卡丘则美滋滋地离开了 一年后沉睡的骷髅慢慢苏醒 准备继续抓皮卡丘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遇到这么可爱的皮卡丘 会不会也想抓一只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感谢关注蛋蛋 下期更精彩 上蹲中的母牛冲向男人 沉浩戴着纯姬手镯丝毫不慌 等到老牛靠近 沉浩夸地抓住羊角 竟然逼停了母牛 并且顶住了他的致命一击 让人想不到的是 他居然抓住母牛的鼻子 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硬生生把他按倒在地 本以为母牛已被征服 没想到沉浩刚一转身 母牛快速爬起 瞬间甩飞了几个小咔了米 再次向男人重来 贴身侍卫赶紧上前阻止 却被轻松顶飞出去 只好搜地挑起白米来高 举起肚包大的拳头 裤子砸在母牛的脑袋上 就这样可怜的小牛成功吃喜 男人之所以这么厉害 是每次看了视频都点赞关注 而在另一边 上前人正在合力拉着 万吨中的纯金铜像 突然领头的小伙摔倒在地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说大的雕像瞬间砸下来 绳索快速缩缩 无辜的百姓直接被卷了进去 施工现场乱成了八宝中 眼看几千人被压成肉饼 关键时刻一个神秘人出现 轻轻没用力 就拉住万吨中的佛校 那么这个神秘人到底什么来历 男孩刚一出生就要被杀死 奶奶抱着他偷偷从密道逃走 却被儿子一箭射中 儿子见母亲没死透 随后派出两名杀手 他们顺着血迹查找 却被女人一招反杀 女人带着孩子过河 随时河水快速上涨 关键时刻他把孩子举过头顶 很快河水将他淹没 但他的手却纹丝不动 仿佛有某种神秘力量在支持 直到第二天 孙明听到婴儿的啼哭声 赶紧冲上去揪下了孩子 而女人的手 却离奇地指向瀑布上方 随后便彻底消失在大河里 好心的女人收养了男孩 很快男孩长大 每天都会爬瀑布 虽然被摔得鼻青眼肿 但他还是不死心 就这样十年过去了 终于他要挑战跳到对面的悬崖 只见他搜得高高跃起 眼看就要抓住树枝 可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又一次摔了下去 母亲还怕儿子摔死 特意向师婆神许愿 大师说如果想冤枉成真 就要每天浇够一万桶水 师瓦怕母亲累着 想抱着他一起跳水 可大师说那样就不灵验了 男人气坏了 直接用敲棍将神像撬起 随后徒手举取上蹲中的神像 夸的一下 居然扛在了肩膀上 在走了一天三夜后 只见男人挑进河里 竟然把神像放在了瀑布下面 这样神像可以永远淋在水里 母亲开心地露出西班牙 这天一个神秘面具 顺着河水流到男人脚下 师瓦更加相信 瀑布上面一定藏着另一个世界 女人满身都是彩蝶 并挑着妖绕的舞蹈 男人瞬间看呆了 接着美女唰的一转身 这也太好看了吧 男人深深被吸引 夸的一下像约过白蜜宽的悬崖 眼看美女近在咫尺 可下一秒居然消失不见了 男人奋力来到山上 追着女人不停地奔跑 在美女的指引下 她爬上更高的山顶 所以用竹子做成弓箭 把藤条绑在腰上 纵身一跃的同时 将弓箭用力射出 藤条正好固定在枢枝上 男人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终于爬到瀑布顶端 见到了让她心动的女神 可当他伸手摸去 美女却化成蝴蝶瞬间消失 男人来到森林里寻找 这时一个女人跑了出来 还有几个壮汉在后面追赶 危急时刻女人大喊一声 一把大宝剑叉地飞过来 没想到女人不是一般人 美女几下就解决掉了所有卡拉米 晚上安娜来到河边 她把受伤的手放进水里 任由无数鲸鱼舔食 这时陈好敲咪咪地游了过来 拿出祖传钢针 竟给她涂了一个纹身 女孩则是满脸的小兽 还以为是鲨鱼给她按摩 第二天女人在打猎时 陈好偷偷地将一条白素针 放在安娜的肩膀上 看着白素针可怕的样子 吓得女人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男人趁机又拿出工具 给安娜画上精美的图案 女人不敢动弹 还以为是蛇尾在蠕动 一年后她敲击手指 吸引白素针向前 接着夸地射了出去 此时陈好已经离开 随后同伴发现她肩上了纹身 女人十分气愤 跟着低伤的脚印 终于找到了正在烤串的陈好 突然一箭射出 还好被男人躲了过去 谁知陈好邪魅一笑 竟然设下了陷阱 安娜咔嚓掉了进去 可等她上前查看 却被女人用剑死死抵住 随后两人展开一场恶战 正好解开她的绑带 顺便为安娜整裂了衣服 散开她的长发 气得安娜想把她一刀剁了 谁知她又帮女人洗个不要钱的澡 再抓上几粒果子碾碎 躲过安娜攻击后 给女人涂上眼线 抹上头红的嘴唇 趁其不被扯下外面的脏布 当女人来到瀑布前 眼前的一幕把她惊呆了 原谅自己如此美丽 而男人真的是为她而来 所有两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据说还生了99个孩子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遇到这么调皮的男友 是喜欢还是讨厌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